星光种子培训课程 希望能够提升表演者的质感和实力 精彩STAR 星光种子培训课程 后方面提升视障表演者质感与实力 教导视障朋友与群众互动课程的电台低声小言 他认为多引导视障朋友发挥所长的表演 是一种对他们的鼓励 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非常的开心 怎么说因为今天是帮我们一些视障的朋友来上课 你知道呢我们在去年知道很多视障的朋友 在参与高中市政府劳工局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 哇发现会表演的人很多 而且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精进 所以也希望给他们一个平台 然后提升他们自己的表演的专业度 所以在今年又办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希望呢能够让他们不管是美姿美姨啊 或者是他们在群众互动 像我帮他们上的课就是群众互动 也就是你歌可能唱得好 但是你怎么样让你这个唱歌的感动 让其他聆听的人可以感受 这就需要你自己可能就要去诠释的 所以今天呢早上我们在上课 上群众互动 如何表达你自己 介绍自己 如何观察别人的反应 做一些立即的临场的这些变化等等 所以大家上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下午就在这里 马上跟他们来做一个实地的演练 也很感谢我们在这里 很多的朋友都给他们掌声 所以他们成就感很大 也相信他们会为自己的目标 再去寻找更大的梦想前进 我平常也都在上课 比如说大学生 或者去演讲等等 要面对不同的人 那当然面对视障朋友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眼睛视力也不太好 所以我很能感同身受 他们的不方便 也能够感受到知道说 他们当想要去做一些梦想的时候 感觉那个阻碍在哪里 所以我都会用我自己的例子 会用比较搞笑的方式 讲到自己可能眼睛不方便 但是我怎么样去转换我的心情 我觉得通常他们在听完之后 他们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鼓励 许多视障朋友拥有多样的表演天赋 透过高雄市政府劳工局举办的 精彩十大星光种子培训课程 更勇于表现自己 十方新闻黄慧如 邓正彭 高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